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7月22号 星期一 美国基金警告 美联储降息将引爆美国股票史上的最大的泡沫 美股市值将砍半 当然这个有点危言耸听 但是我觉得可以给我们点新的思路 之前我一个小伙伴不就说 他说他们股票界 他们就专门投资 他们就专门玩这个东西的 玩美股的 当时就有一个传言 就说只要美国美联储开始降息的话 他们就马上做空美股 当时我不也说 当时我认为 就是说反正他如果降息 肯定说明经济面不好了 对不对 经济面不好的话 通常他不是一次降息 或两次降息能解决的 但是他现在又有另外一个思路 一个思路就是什么 之前我们也讲到了 就是说一旦开始降息的话 他会干什么 就是说收起来的这些资金就全部跑掉了 本来在他升息的时候 全世界资金都收了 就是一放一收 这是一收 这样就是一放了 一降息就开始往外放 放的话 这些资金可能会出去 可能会去一些发展中国家 或一些新兴市场 他认为资金可能会离开美国 还有就是说 在一收的时候 资金没这去 就跑到美股 当时不说跑到美股 所谓的就是什么 七大美股 就那七个科技股 七个小公主什么的 都跑到那去了 你知道吗 然后就认为 估值的完全被高估了 以所谓的什么AI 作为一个噱头 那完全被高估了 一旦降息之后 他们可能就要崩溃 他们领了头崩的话 当然我们也只说了 就是说 这几个步行之后 可能会一些小盘骨 什么的 对不对 但是他们认为 就是说这几只 就是说太大了 太大了之后 他们一旦崩了之后 会导致整个美股 就是说砸盘 一砸盘 大家就不敢接了 不敢接之后 可能就引起一个 系统性的崩溃 咱们来看看黑天鹅基金创办人 叫施皮斯 纳格尔他警告 说美股现在已经建筑起来了 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泡沫 接近登峰造极 现在正进入最后的狂欢 一旦美联储开始降息的话 市场的状况就会整个人逆转 掀起大规模的向外抛售的压力 他预计美股的市值将会蒸发一半 施皮斯 纳格认为这波的涨势 仍然会持续几个月 但是就是说一旦开始降息的话 降息就是鸣枪 通常就是说 这是大逆转的一个讯号 就是说为什么 他们现在股票界不都在说 其实不光他说股票就在说 就只要一降息 我们就开始做空 开始抛 那么另一个 他说警讯 就是现在看空的声音 几乎全部都消失了 没有人敢看空 对不对 原先还有人敢看空的 后来就说 刚开始不是说吗 说是硬着路还是软着路 现在说就是说不着路 对不对 说2024年5月 著名的大空头 摩根施坎利的策略师 威尔森 也是由唱空美股 转向唱多 由空转多 摩根大通的策略师 柯兰诺维奇 在人工智能 热潮驱动的这波涨势当中 坚持悲观立场 结果最近被炒了鱿 因为他由于的悲观立场 他不动 不敢炒 结果被摩根大通炒了 又滚蛋了 他说但这种情况 就令人回想起 1999年年底 当时1999年的时候 当时看空美股的 美林的策略师 柯拉夫 也是黯然离职 也是因为看空 但是长得特别疯 把他给炒了 炒了几个月之后 标普500的指数 就雪崩了 整个就崩溃了 所以时贫兹 纳格预言 美股未来这波涨势 将比25年 这波跌势 将比25年前 1999年的时候 更加的惨烈 因为现在涨得比以前 更离谱 已经形成了 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泡沫 说美股的价位过高 加上公共债务巨大 很难指望的美国政府 出手救市 这个是不对的 美国政府其实可以出手救市的 债务不重要 债务不重要 没有关系 有多少债 它都可以出手救市 现在美国政府 只要解放了思想 救市总是没问题的 所以我认为 这个来讲 和25年前是不一样 25年前的时候 对整个 就是说资金和债务的理解 和现在不一样 现在理解更好了 所以我不认为 最后会出现 特别惨烈的状况 因为一旦不行了之后 美国政府会迅速的 出手救市 没有问题 不管是民用党代 还是共同党代 大家都去 解放了思想 解放了思想之后 这事就好解决 但是我想肯定会往下跌 有一波跌势 我想这个应该问题不大 因为大家都这么看 他们都要做空 都要外卖 肯定就会开始砸盘 通过这个 就是说 目前如果你还在 因为我们认识好多小伙伴 在超美股 那么就给你一个 怎么说 一个指路明灯 当然这指路明灯 就看你怎么去听了 对不对 我有个小伙伴 特别有意思 那年我不是唱空特斯拉 对不对 然后我们俩在这聊了贺 特别投机 都说完蛋了 这次肯定不行了 然后到年底的时候 年初 前两年 每年年初 我都会说一波特斯拉 和一波虚拟货币 对不对 然后我们俩聊的可开心了 到年底的时候 我就说 我说这次行了 今年 咱完全说对了 还记得那是哪年 就是说 做空美股 是最挣钱 做空特斯拉 是最挣钱的那一年 特斯拉 基本上是属于 七盖斩那一年 然后到年底了 问了小伙伴 怎么样 特斯拉亏了 我说我靠 我都愣了 懵逼了 我靠 我说你年初 在不是聊得特别愉快吗 他说是呢 聊的是很 我说你操作的时候 别提了 别提了 别这事了 就 你 就 没法弄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东西 他就 没法说 就聊的时候 这个昏天洗地的 操作时完全 另外一个操作 操作时完全懵逼的 你知道吗 就这么一个状况 所以没辙 所以目前来讲 就这样 总体上来讲 他认为 总体经济方面 也不看好 他现在认为 施批兹纳格 他认为 现在美国通胀 实际上已经降到位了 但是美联储 现在还不降息 太晚了 现在就应该开始降息了 不降息 他认为这样 会导致通胀降过头 就可能 就是说降到2%下去了 然后美联储 就反应太慢 而且他认为 美国经济 今年年底之前就会步入衰退 反正直走等等 这是他的一个观点和看法 我觉得可以给 现在就是说 在朝美国有人的一个警示 好不好 咱先不说他 不说黑天鹅纪念创始人 施批兹纳格尔 不管他的想法是什么 我要告诉你一个现实情况 巴菲特手里 现在拿着1800亿美元的现金 在等着美股崩盘 你一定要明白 你会发现 每一次美股崩盘的时候 当大家都没钱 那是现金为王的时候 大家突然发现 巴菲特手里拿着巨额的现金 你懂吗 你看07年08年 次在危机之后也是 不管是雷曼的还是高盛的 都迅速打电话给巴菲特 因为知道巴菲特手里有巨额现金 希望巴菲特出来能够出手相助 当然跟雷曼 巴菲特也不是说不救雷曼 巴菲特开了一个条件 雷曼觉得 我好你把我宰了得了 你这样是要我死 对不对 结果雷曼的不同意 不同意最后管人就死了 后来高盛同意了 同意了之后 巴菲特其实注资了高盛 今年就是说咱们看看 反正巴菲特现在拿了1800亿了 等你们崩盘的时候来打电话求助 然后巴菲特可以抄底 占便宜 巴菲特每次都这么搞 所以每一次当巴菲特手里的这种现金太多了的时候 你就意识到梅骨恐怕要出事了 你明白我意思吗 这就是为什么巴菲特搞了这么多年 还能够屹立不倒 就在这了 好吧 这一线到这里 谢谢大家